我们睡下来了,想到什么说什么,但是不离这个主线,也都是相关的 说说这个文字,然后起名字,好吧 我们一说到起名字,现在有几种情况 一个就是找大师,是吧 一个就是随便自己起,然后还有大多数都有翻字典 其实起名字,当然最好是爷爷起了 因为他是代表一个家族的,只有你当得上爷爷,你才配,他是一家之长 至少是三代同堂,以前四代五代,二十代结婚 现在尤其这个年代,经历压力大,各方面 人就随性,任性而为 很多时候,单独住,自主自由恋爱 西方思想,丁克家庭,有的东西西话太严重 所以说,有的时候,包括自身来讲,都是很觉得很无奈的 自己也想要的一个环境 这个起名字呢,大的家族,现在还有,讲究自辈分 那很多人都忘了,其实以前我们都是农村人,都是平房 那现在就是说,其实我本人还是比较怀念的 有个愿,那个地方第一,风水还好 然后这个也养人,也养人,就是运气,才等等,各方面 就是那种,我想就是也不用多说 大家都知道,像楼房都压抑 首先,就是高的,也就一般来说三米高 其实这个,这个,那是房里代表天哪 你要真正买房,楼房非要那个,你起码要达到三米 但是现在都不符合标准 那天一定要高,一定要开阔,地要开阔 那你楼房小小的,大的你又买不起 小的你又,你又嫌小,怎么办 那种平房有愿,还有各方面,无非就是冬暖,夏凉 这个问题,其实现在很多也可以想办法解决 有地方装空调,有地方装暖气 有的不能的,地暖也不行的,小太阳,烧炉 有的,反正你就想办法吧 而且冬天你要凉一点,身体才能更好一点 那种北方人长寿,他一年四季分明 他又经得起寒,又经得起热 这样,才会更好 这是普遍现象啊,不是说,没有说你啊 然后,又跑题了,这个 嗯,就是,嗯,写名字 嗯,现在,这个,大的家族还有传承的 渐渐的少,渐渐的也不讲究了 啊,其实上是很多,这个要求的 就是,首先这个跟祖辈不能犯字,什么 不能虫,不能见词也不好 有的说是祖辈两个字,这个儿子就得三个字 然后再下一代再两个字,这样 那现在就是更乱了,四个字,多少个出来了 就认为,然后姓,姓都想改,你这开玩笑 哎呀,这,有的随母姓又回到母系社会了,几千年间 哎呀,你这原始 嗯,他这个,我们讲这个三点吧 然后,有必要再继续讲 就是,第一,启名要一记,容易记,容易写 第二,要响亮,朗朗上口 第三,欲于吉祥 就是这些,你如果假如说不懂啊,就是不搞什么五行啊 这些,有的说那个现在那启名都是日本的,学了一半啊,什么 不管那些,这些就足够好 足够,给一个好的气场